大家好,歡迎來到秒行教育的Youtube Channel的M1部份 是不是大家覺得聲音有點不同了呢? 沒錯,Sam哥哥只顧著去拍拖,所以就找我來下傳一兩集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Jacky,姓張JackyChang,我的花名真的叫張學友 哈哈,不是開玩笑,因為我是你們學習道路上的朋友 那GET應該跟Ben差不多,都是這麼難的 先說一些正經事先 很感謝Ben,就是我的中學同學 邀請我來幫大家說回M1的Limits和Defensiation的部分 那我小弟就在高校裡也有學到這個M1的Stack 即是跟M1差不多 希望可以用我所學的知識去幫大家效好DS2 好了,大家好,來到這個火堂的正式部分 我們先說一下Limits 我們正式開始了 在這個Limits之前,就先看看Continuous Function 那什麼叫Continuous Function呢? 那就是說,當一個Function的Graph 在一個Interval之間 是一條無村無欄,很完整無缺的線 那我就叫做Continuous 那我就以A這幅圖為例 那我看到這條Hurve 從這裡開始 看到它是完整無缺的 但我看到A這個Point的時候 就斷開了 那我順手提一提 如果是實心的話 即是說是連著的條線 如果是空心的話 即是說這條線斷開了這部分 那看回A這幅圖 那在X等於A的時候 那條線斷開了 那就是說 這個是Discontinuous 那留意啦 Discontinuous 只是X 這個X等於A 在其餘的部分 都是Continuous 即是以這個Point為例 那我當這個X是C X等於C的時候 這裡是穿過這個Point的 那就是說 H等於C 這個Point 是Continuous 只不過是當X等於A的時候 那條線斷開了 那就叫做Discontinuous 這個X等於A 那然後我們看一看B的圖 那也是一樣 到X等於A的時候 是斷開了的 而那個功能呢 當X等於A的時候 它的Value是等於B的 而不是等於C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當我們 所以我們 從小至大 吹向A的時候 應該是等於C 這個Point 大個A的部分 吹向A的時候 應該是等於這個Point 但計算出來 那個Value 是等於B 而不是等於C 那不確定的話 的意思就是說 在X等於A這個Point 這個功能呢 是Discontinuous的 我們看一看C這幅圖 那C這幅圖呢 沒有看到那個圖好像怪怪的 一個Sloop向上一個Lock 但其實 因為它是實心的 那就是說它是有Value 就是當X等於A的時候 那個 Y呢 是等於B的 那它是有Value的 所以它不是斷開 而上面這裡呢 當X等於A的時候 Y呢 不是等於C的 看到嗎 它不是在這條Curve上面 這個是Discontinuous 但是Cpart這幅圖呢 它是在這個線上面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Continuous 那D這幅圖呢 一樣 那當X小過A 而吹向A的時候呢 它是去到無限的 對啦 這個幅圖是無限的 對啦 而當A的部分 吹向A的時候呢 它是吹向B的 那兩個是不等於的 所以有 所以這個就是Discontinuous as X等於A 那再看看E這幅圖 那小過A的部分 吹向A的時候呢 我們找到一個Point 雖然它實際上找到的Value是C的 但是C和B 是不同的 那就是這個Discontinuous 那呢 剛才說的話 也跟Limit有關的 那麼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什麼 Limit Limit就是說 當一個X Archipode 去一個Point的時候 Value Function 是Approach 去另一個Value L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當我們以這個為例 當 例如C 我們趨向 X 趨向C 的時候呢 它是等於 某個數 D OK 那就是說 當 X 趨向C 的時候呢 Value 就是趨向 右的Value 那我們上面的圖 例如D 那就是說 D這個Value 就是Limit of 這個Value OK 那我們再以 C為例 那我們 當 趨向 A 的時候 當X趨向A OK Value 是B OK 那這個就是Limit 那下面呢 就有個 表 可以詳細講一講 例如我們有個 function Y等於X加2 那當我們put X等於1.99的時候 得出的Value 是3.99 1.9992 越來越接近2 的時候 Y的Value是3.999 那你再看看 大一點的 例如 當X是2.001 Value 4.001 2.01的時候 是4.01 那你會看到 趨向2 的時候 那Value是趨向4的 而X呢 是的 這個由 大2那邊 趨向2的時候 那Value也是趨向4的 那就是 那幅圖呢 Y的X加2 那幅圖呢 X加2 應該是這樣的 那就是說 趨向2的時候 就是來這裡 然後 2 那一直趨向2 那 那 Y的Value也就是4 OK 而大那邊趨向2 那Value也就是4 那就是說 4這個呢 就是Limits of function H 這個 X 這個 Tends to 2 好了 接著看看下面 就有一個Limits from the left and right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看看這個表 那這個呢 不是有兩邊的嗎 嗯 嗯 嗯 這裡 啊 看看這個 啊 Limits Xtends to某個數 是等於L If and Only if 這個 Xtends to Alpha 的Positive 的Value 等於L 這個 Negative 都等於L 意思是什麼呢 正數呢 可以看上去這個表 那這個就是 2的Positive 因為大過2 那這邊就是2的Negative 那怎樣先一個Limits 就是當 這個Xtends to 這個 這個 2的Positive 是等於L 那L就是4 不好意思 而這個Negative 這個 就是2的Negative 都是趨向4 就是2的Negative 就是2的Negative 那我們先叫做Limit 是Exist的 好 我們看看下面這個表 那有個功能呢 就是1 over x 那呢 當Xtends to 0 我們看看吧 那如果是Positive 0 即是大過0 即是0.1 0.001 一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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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這個數 是越來越大 喂 嗯 是的 就是越來越大的 10 一邊吹 1,000 如果是Negative 你看到呢 après 是越來越小的 去到Negative 兩個是不等於的,所以Limit does not exist 而我們上面的例子,當吹向2,由Negative和Positive那邊吹向2, Value都是找到4,是相同的,所以Limit exists 而這個呢,就是 does not exist OK,當A,Negative吹向A,L是等於B,但如果Positive那邊吹向A,是等於C 那就是說兩個不等於,不等於的話,就是Limit does not exist 而我們看看C這幅圖,Positive那邊吹向A,是等於B 而Negative那邊呢,也是等於B 那就是說這個Limit exists OK,講完這部分之後呢,就講一講它的Property for Limits 先啦 那這些Property呢,都是看一看的,那要運用上來呢,才會 呃... 要運用一下才知道 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幫我看看先啦 那這裡就說,當Limit 那當X tends to 某個數 那我們可以拆開 那就是X,再加這個Limit X的意思 是可以這樣拆開的,這個是Property來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Property來減掉 如果把這個Property來減掉的話 這個Property來減掉,這個Property來減掉 這個Property來減掉 然後下面這裡呢 KFx的K是一個Constant來的 意思是什麼呢 那我們不如 舉個例子,有個數 例如是5,然後有5X 那我們可以把5抽出來,在Limit的外面 我們這樣也可以的 OK 第三個就是乘同一樣 乘同一樣 例如我們 嗯 例如X的2次 那我們可以拆開2個X的 X的2次就是2個X乘同 我們可以拆開1個X 再乘同 這個X 這樣也可以的 除了一樣 除了呢 譬如 給個數例 例如 X的3次除X這樣 那當然可以弱 不過 我們不弱的話 我們可以拆開Limit 一個X的3次 除以下面整個Limit 的X 這個是一個Property來的 OK 那好吧 下一刻就是 如何Evaluate一個Limit 那 有幾個例子 我們可以逐個看看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 濕個數 例如這個 當XtendsTo2 這個功能 是mix加2 那是什麼呢 那 我們呢 就等於 這樣拼個數 5 然後拼個2 進去 加2 就等於12 意思就是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我們的圖 當 當 XtendsTo2 的時候呢 例如這裡 TendsTo2 這個 Value 這個Value 是等於12 OK 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Example2 一樣 就算複雜一點 一點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 濕進去 就是 濕回個1 到X的位置 這裡就 1-3 1-2 對了 由於時間關係 那我就 先把Cal 找到 是-14 1-3 OK 好了 接著到 Example3 那 XtendsTo3 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如果 就 濕進去 看看 那個 分母 3 2次 -5 乘3 加6 是等於0 分母零 那 大家都知道 是不能分母零的 一個隨數 是Undefined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停了限制 那 我們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 看不見到這裡 我們可以做什麼 Factorization 就是 X的2次 -5 x加6 可以變成 x-3 x-2 x-2 是不是 你們應該會做的 應該 上面 x-3 可以約 是不是 可以約 1 這裡 寫 一個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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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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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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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為什麼呢? 我們乘開放x加3 加開放x 給它 因為呢 我們分母乘大 分子也要乘大 就這樣 乘了它有什麼用呢? 大家都應該知道 如果我們把這個表達成這樣 x-y 和x加y 把兩個成為等於x的二次 和y的二次 我們就是用這個 property 就可以剷走開放 分母就剩下x加3 減x 因為開放呢 例如我們開放x 其實 是等於x的 二次方 那我們二次方 它 就剩下一個x 所以就沒有開放 那我們上面呢 就照成了 沒辦法了 那就寫下限定 那下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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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減走它 那我剩下什麼呢? 剩下一個3 那我先射一條吃 那我先射一條吃 對啦 剩下一個3 因為上面的x 放下去是零 那零乘什麼都是零 那零除3 就等於零 對不對 但是那個目的就是 那個分母一定不可以是零 因為它是Undefined 就像這裡一樣 是Undefined 那我們分子零就可以 分母零就不行的 對了 剛才漏了一個remark 說回來的 那就看看這裡 就是Undefined 那看一看這個Graph的那幅圖是怎樣 那幅圖呢 其實呢 是這樣的 是不碰零的 那即是吹向零的時候 我看到正數的部分 是去到正無限的 負數的部分是負無限的 咦? 那你拿Kelta刀一刀都知道 如果我們 一除 很小很小 正數 那就正無限 如果我們 一除 無限 不 一除 負 很小很小 出向零 那一件都是負無限 OK 那這題是提醒大家 好 之後就說Limit as Infinity Infinity 即是無限 那如果呢 一個x是tends to 正數 即是x不斷增加增加 增加到 去 無限 那我們就叫做xtends to 正無限 相反 xtends to負無限 即是x是一邊的 那我們說條Line 那這裡是0 那我一邊 這裡1 這裡負1 那我一邊加上去 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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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 因為正數 所以就正無限 一邊減 負2 負3 又減下去 負無限 OK 那我們有個 Property 就是說 Given that K 是一個constant 這個Limit 是0 例如是什麼 例如我們K 也要1 K也要1 即是1除x 那當 這個 xtends to無限 那這一塊 也要0 那大家可以試一試 用個 計算機 對了 那我找到Kalter 例如1除 好大的數 9 9 看見是0.01 0.001 那它吹向0 那再大一點 嘗試再大一點 嘗 啊 哎呀 不好意思 又不習慣這部Kal 按多些9 再大一點 欸 這個意思就是 扣變了10個0 即是0.01 即是很趨向0 所以看見這個Property 就是1除2x 而xtends to無限的話 是等於0 那再提回 tends to無限 什麼數都可以 例如5除x 也是等於0 OK 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 這個x幾多次方都是等於0 例如2次方 3次方都是0 為甚麼 因為你只不過是2個成萬 如果你2次方的話 那0x0 也是0 對吧 好 這個Property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後面 經常都會用到的 那好吧 再進去下面看看有什麼 對了 那有個general的Property 那我會說 那我會說什麼呢 那這個東西 我會用下面的解釋 就是 當你這些power n和m 是一個power 來的 那分子和分母最大的power 是等於 或者是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結果出來的 那首先 看看第一個case n等於m 記住我們要選擇最大的power 例如這裡 這裡是2次方 1次方 2次方 我們要看最大的 2次方 OK 如果 我們選擇出來之後 它的coefficient 這個3這個4 就是答案 OK 如果 它最大的power 是等於 分子和分母最大的power 是等於 它們的coefficient 就是答案 OK 如果 如果 分子 n是分子1 大過分母的話 就無限的 即是 這裡 最大的power 4次方 這裡3次方 那我就說 limit是tens 或無限 或者是無限 或者是無限 OK 那最後呢 就是 當 那個n 即是分子的小 那個分母 即是分子2次方 分母是3次方的話 我們 是等於0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們詳細看看 我們詳細看看 我們就有法事 以第一個case 記住 1除無限 是等於0 OK 我們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example 第一個example 我們就不如 用limit extense to 無限 這個功能 是 3x2次 加2 除 2 -x2次 加1 這樣 對不對 根據我們上面的property 因為它們最大的power 分子分母最大的power 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就不用計算 就知道是 負3 因為有負數 可以說 那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步驟 就是 將 分子和分母都除一個數 那除什麼呢 除什麼呢 就是除 最大的power的x 就是我們兩邊一起除x的二次方 那兩邊一起除x的二次方 例如什麼呢 那我們3x2次除x2次 分母呢 分母呢 先看看 負x2次 除x的二次 就是負1 那1除x的二次 就是這樣 那我把limit剩下 好像上面這樣 一場模範的話 是等於零的 所以我們這裡 和這裡 都是 我們日式 這個 和這個 都會零的 那 就剩下 這個 那 因為沒有x 沒有x 所以我們只要寫 所以等於負3 然後我們看看 第二個 例如 在這裡 第二個例如 limit 這個 這個功能是4x 5次 減2 除x的 3次 加1 那我們 一起除 最大的x 就是x的5次方 那分子除x的5次方 分母又除x的5次方 那我們只剩下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這塊 上面只剩下4 那這塊呢 就剩下2除x的5次方 對 那我們看看這裡 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OK 然後下面 x的3次除x的5次 那就是1除x的2次 有得弱的 3次和5次 那剩下的分子 分母比較大 分母就剩下2次方 那然後呢 這邊就剩下 那因為這裡呢 是零了 不對 這裡是零的 看到嗎 這裡 這裡 我先把這個筆 去哪 啊 這裡 這裡是零 這裡是零 這裡也是零 這裡也是零 我看它深色一點 那剛才說過 1除0 是undefined 對不對 所以就是limit does not exist 對不對 剛才上面說過 那為什麼等於無限 我們就剩下一個KL 對啦 我們找到KL塔出來 那我們呢 一除一個很小 我們學過Limit 那就是ten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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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了 有個發覺很大的 1E14 就是1之後有很多個0 對不對 那就是推向無限 所以 下面這裡 除了我們說limit does not exist 之外 都可以寫等於無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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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多一個example 就 在這裡 開多一個版 我們看看第三個example OK 就是limit extends2無限 就是limit extends2無限 就是3x2次加8x除 x的3次加8 那根據我們上面的property 因為分母最大的x的power 是大個分子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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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們做慣做數 一看到就知道 就知道馬上等於0 對嗎 但是如果要詳細些 寫得分的話 當然要寫詳細些 那這個一定要0 先 那就是 用回我們剛剛的方法 把最大的power取 一起除什麼 x的3次 對嗎 因為最大的 我們3x的2次 除x的3次 就是只有x 然後這裡 只有x的2次 下面 x3次除x3次 就是1 然後這裡 就是x的3次 上面這裡 是0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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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那就是我們 是等於0除1 等於0 OK 好了 還有一件事 要說一說 就是有個 E這件事 那大家應該 之前上西M 我剛才的堂 應該學過這個 E 這個 Exponential Function 的東西 那我們怎樣呢 Take Limit 會怎樣呢 那有個 Porty 要大家記住 那就是當去到 靜目限的時候 這個是靜目限的 E的正無限次方 是正無限的 負無限次方呢 就是等於這個Limit 的 因為這個是負數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墳墓 那1除 無限 就是0 OK 那這兩個是看一提大家的 OK OK 那好啦 那Limit就說到這裡 那下課就開始說一說 Defensiation 啦